Odia Jungle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称 德国外交决策相关人士透露 西方决策者与俄罗斯之间正在进行闭门谈判 旨在通过三大诱惑 说服俄罗斯放弃支持叙利亚政府 这三大诱惑 包括 保证俄罗斯继续驻扎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军事基地 财政支持 西方承认俄罗斯是解决全球问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普京与阿萨德报道称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两个军事基地 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们代表着俄罗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部的一切 若非这两个基地 地中海海域将全部为北约内头控制 俄军在达达尼尔海峡 苏伊士运河 和直布罗陀海峡间地区的行动组织 航母 潜艇运营等 军依赖于这两个基地 图自地球知识局 德国联邦外交事务委员会 基民党 代表尤尔根哈克和卢德里奇基扎非派特评估 阿萨德继续当总统 是俄罗斯保留这两个基地的保证 因为后者代表着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最高利益 他们认为 俄罗斯担心任何民主叙利亚政府对其军事存在的合法性会产生质疑 因此 西方优先考虑 保证这两个基地能够在阿萨德下台后予以保留 当然 前提是通过一项让阿萨德有序下台的和平协议 他们表示 这将说服普京支持政治解决和真正的和平谈判 至于第二大诱惑 财政支持 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专家称 就像当初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困境一样 俄罗斯在叙利亚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这是普京最不想看到的 德国外交政策官员们表示 西方希望以此为切入点 激励俄罗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达成叙利亚和平解决方案 和结束越南战争一样 西方和海湾国家确保 将投入数十亿进行重建工作 支持真正的转型进程 法兰克福汇报指出 第三个诱惑最为重要 即按照普京所希望的 给予俄罗斯超级大国的地位 是其具有全球影响力 该报援引一名德国政府外交决策者的话称 不幸的是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 想要结束这场延宕期年 导致50万人丧生的叙利亚内战 都必须通过给予普京 他想要的全球影响力 他还强调 这三项提议是对现实的承认 而非屈服 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替代俄罗斯来结束这场叙利亚内战 据观察者网报道 近日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中 各国一致认为 俄罗斯需要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上做出更多努力 甚至有西方官员试图绕开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否决权 以结束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的僵局 是